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最近城里失踪的乞丐 还有那个矿物专家 每次进城出城都是神神秘秘的 还有 冬子给我们提供的情报 说日本的飞行员 正在练习 载重短跑道起降训练 我怀疑啊 他们在这个山坳里面 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 应该跟一种矿有关 对了 特派 今天我俩进山的时候呢 发现了那个矿物专家的车 和之前一样 那车里满满地装的全是东西 确定吗 能确定 在城里都盯了好几次了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那就没跑了嘛 咱现在不是不知道那啥 啥计划是怎么回事吗 把这个什么狗屁专家 直接绑了 大型一上 啥都招了 这个人啊 是叶酒保亲自送到哈城来的 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如果动了他 肯定会打草惊蛇 这小鬼子改变已有的计划 也不是不可能 这样 即使我们 就算是问出了人和计划的内容 那也是白费 那咋整啊 该看着 如果动的那个专家 会去弄小鬼子 那咱们就别动他 咱们另想办法摸清这个计划的内容 不就行了 同志们 现在的国际形势 对于小鬼子非常不利 盟军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 逼迫小鬼子撤出中国 而国内的战局也陷入了胶着 尤其是由朱德和彭德怀两位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 给予了小鬼子沉重的打击 用事实证明 这小鬼子不是不可战胜的 也极大的鼓舞了我军民的抗战士气 这小鬼子在中国的日子 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这个计划 我估计啊 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 是跟战局有关的 那这不简单了吗 你看啊 他就在那个山洼里 没跑吧 不管他是个啥 不管是兵工厂也好 是物资仓库也好 还是矿坑 小鬼子那么重视 肯定不是个啥简单玩意吧 直接端了他就完了嘛 不行不行 那儿的情况你们根本都不知道 防卫得极其森严 想进去根本都不可能 再说了一两百块鬼子 哪儿那么容易端啊 章康 你刚才说 有军车频繁出入 对啊 但是关键不知道运的是啥呀 那就好办了 我们进不去 他们能出来 章康 快对 你们两个明天跟我冲淌城 你要干啥去啊 就从这个军车身上想办法 你放心啊 纸针茶不惹事 你 现在已经确定 那山里面的建筑 是小鬼子的一个秘密兵工厂 那个什么矿业专家 芭城是个障眼法 他以找矿为名 实际上呢 是在那里研发武器 还有 最近失踪的那些乡亲 还有消失的乞丐 全都在那里做苦工 现在已经知道 有十几个人被活活累死了 秘密兵工厂 咱们这儿 居然也建了小鬼子的兵工厂 啊 同志们 我觉得 我们要把这个兵工厂给搞掉 子澜 你同意吗 谢大姐的男人被抓了 还有前街孙大婶的儿子 马大叔的女婿 他们以前都帮过我 再怎么说 我一定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这事儿 我支持 那咱们就想办法 炸炸他 好 那 那咱啥时候干呀 要不就明天吧 不是 山哥 你这次行动必须得带上我 要不这后勤队长我就不干了 没那么简单 按照那个司机的说法 这个兵工厂很大 我们想要一举炸掉它 需要有足够的炸药 可大家想想 这炸药去哪儿弄 特北远 要不咱们再顾忌重演一次 子弹 我可以说是训练治安大队 可这炸药 我根本没有理由去申请啊 姚子 你枪吧 赵秦云 抢 你抢谁的呀 现在城里只有小鬼子的仓库有炸药 他们那儿比仙兵队还管得严 你怎么抢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难道看这小鬼子眼睁睁把这兵工厂建起来 然后再货货老百姓啊 快推 子澜 这黑市可以弄到吗 要想买我可以去问问 但是这种稀罕货 价钱肯定不低 兵工厂咱抢不了 咱抢黑市总可以了 咱们哪一帮子呢也不是啥好东西 是不是 他们看不到钱 从不会把东西拿出来 就算你们把他们的人抓住了 也不知道货在哪儿 这是规矩 那现在问题 就落在前上了 子澜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山哥 子澜姐 怎么了大阳 勾不 大阳 你这是 没 没事 在子澜姐这儿有吃有喝的 我也花不着钱呀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打鬼子 把小鬼子赶出去了 哪儿不能挣钱呀 是不 山哥 你们拿我当自己人 我也不含糊 以后有啥行动 带我一个 要不 我可不赢 行 算你一个 行啊大阳 够仗义啊 那是 我老五家的人 就俩字儿 讲义气 可这些 这些 还是不够啊 队长 不容得你偷吧 咱俩那儿趁家包啊 肥心一两个伤 咱就偷他 再琢磨琢磨吧 这不到万不得已啊 在咱们没有炸掉小鬼子 兵工场之前 不能让小鬼子有所警觉 谁啊 要不然就麻烦了 都先干活吧 我问你 如果不炸掉 那个兵工场会怎么样 小鬼子会生产出 非常多的秘密武器 到时候 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惨死 更多的占有牺牲 这个点不除 影响的将是众多同胞的性命 所以我必须 上 陪我出去一趟 你小心点 这可是我们老扎家祖传的镯子 一定一定 这可是上等的翡翠镯子呀 赵掌柜 您真的要当 当 那您是死当呢还是活当 死当 活当 活当 活当前是不够的 听我的 死当 匪翠镯子一对 死当 活当 活当前是不够的 是 谢谢你 谢我干吗呀 我又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那些被抓的老百姓 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跟翠花一样惨死 你说得对 只要把小鬼子赶出去了 一个祖传的镯子算得了什么呀 人命比什么都值钱 你放心 将来我一定会帮你把镯子给赎回来的 这都已经是死当了 说不定明天就被人买走了 那我就给你买一幅更好的 买不起 我就去挖矿 不管怎么说 我一定会弄一幅镯子回来给你 行 有你这句话 我就很开心了 只要人在 比什么都强 不 我说到一定做到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啊 我可当真了 我会一直等着的 一定 不认为我 会是 听起来 家伙子 你这些人都不太有看 你这些人回带你其实因此 你这些人不就银子 你怎么还也不想 好 滚远一点 老雅 萝卜和她都滚远了 顺子 你说 这马明山 他们家祖坟 这人是不是冒青年了 啥好事都让她摊上了 就连日本特使 也赏脸去他们家吃饭看戏 你说我吧 可人送个礼 人家不收 还差点揍我一顿 照这样下去 宝玉我在哈城 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 宝爷 这马明山有问题 那是一定的 现在就看咱能不能抓到他的把柄了 老爷您放心这不是由我来吗 我已经派人把赵家客栈盯得死死的 宝爷 马老板来了 宝爷 宝马 你不在铺子里好好待着 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宝爷 宝爷 您瞧这个 这可是上好的翡翠桌子啊 哪儿来的 宝爷 宝爷 从我老马这里拿出去东西 那当然是收上来的 但是 挡着东西的人 您绝对猜不到 是谁啊 赵子兰和马明山 而且这对镯子是死挡的 镇子 你马上把人查查 看看他们出了当铺 还去哪儿了 这可是赵子兰他们家祖传的玩意儿 他平时带都不舍得带 现在竟然敢当掉 而且是死当啊 顺子 你说姓赵的这娘们 拿这么一大笔钱干什么去 老爷这我哪能猜得出来 猜不出来啊 这不好猜啊 猜不出来 还不去查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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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兰 又是你 九爷 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的 有事相求 我想八成 又不是什么好事吧 单家的 让九爷看看我们的诚意 说吧 想要什么 炸药 上回要子弹 这回要炸药 你要的东西是越来越危险了 听九爷一句劝 不该碰的东西千万别碰 马主任还不劝劝你媳妇 九爷 我媳妇这回办的可是正事 九爷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不是那种没脑子的人 这次要炸药 是因为我打听到了一个黄矿 黄矿 黄矿 那玩意儿真是之前的火 金子多吗 不多的话 我要炸药干什么 妹子 黄矿小鬼子管的磕沿着呢 这磕太冒险了 这年头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地盘 我就挖了 只要小鬼子们不知道不就行了 再说 有我当家的掩护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也对 马主任现在可是村上跟前的红人哪 到底敢不敢卖 三百块一块 军货要多少 十块 这生意我接了 那就辛苦九爷了 老爷 打听到了 他们去哪儿了 马九的黑市 他们去马九的黑市买什么 这倒不知道 不过老爷 你想啊 那马九最擅长搞啥呀 不就是枪啊炮啊的吗 好啊 这次我们终于抓到 赵子兰马明山的把柄了 老爷 那现在咋着 我要不要去告诉那个村上大佐 不行 这次我要给他们来个一击致命 人赃俱厚 我就不信马明山这次 还能翻得过身来 老爷 你这 这高啊你这 我觉得这回啊 不光是那个马明山得在 招架客栈那帮子人 一个都梦想跑 这可惜赵子兰这娘们儿了 那小模样啊 老爷我惦记很久了 老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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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意好啊 这次赵子兰一定 滚滚地给我送上门来 怎么着 听说炸药搞到手了 搞到了 我就知道 还是你有办法 这回啊 我真没帮上什么忙 都是赵老板的功劳 他把他祖传的翡翠镯子 都给荡了 还有大压 他也把他全部的集训拿了出来 赵老板 这 这怎么话说的这 现在啊 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想办法 把这个炸药运出城 那现在东西藏在哪儿 东西没到 天黑我们就去取 不会出任何问题 放心吧 想要一次性 把这么多炸药运出城街 确实难度不小 难保不让鬼子发现 老板 您在吗 陈老板说找您有事 陈老黑找我 陈老黑 找我啥事啊 这儿说话不方便 去我那儿 有什么不方便的 有话就直说 老娘还忙着呢 离我远点 马九的事 走 子兰姐怎么跟这王八蛋走 行 妹子 要不交老板 来来坐这儿妹子 来坐这儿啊 来 坐嘛 来来来来 到底什么意思啊 妹子 就是想你了 想单独跟你说说话嘛 坐坐妹子 来 给你倒茶啊 这个是明前茶最好的啊 来 妹子喝茶 有话直说 别拐弯弯弯的 妹子 我以前咋就没发现 你胆子这么大呀 连抗帘的人你也敢收留 少他娘的放屁 我什么时候收留抗帘的人了 小样的 应该过急了 你放心 妹子 今天我单独把你约出来 就是想救你的 宝哥的心思你还不懂吗 我是怕你啊 受到伤害 行了 沈老辉 你再跟我胡咧咧 你信不信老爷子臭你啊 我可没胡咧咧啊 妹子 那前脚你去马九那儿 摔啥去了 用着你管 别以为有些事情做了没人知道 我就很清楚 我告诉你 我劝你啊 离那帮人远一点 马铭山已经不是以前的马铭山了 你好自为之 抗怜什么人 那就是扫把星 沾上的就是要死人的 什么 你说我男人是抗怜的 那你说呢 行啊 你去 去村上那儿告我 告我啊 怎么 我说话了 有本事拿证据给老娘看看 你除了马九 你知道什么呀 程老爷 我告诉你 你少他们的胡说八道 你 妹子 你看 你别激动啊 我这不是猜的吗 我是没有证据 但是我是真心为你好 我是怕你受到伤害的 真的 妹子 程老爷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管乱说 我可绝对饶不过你 不信你试试看 老爷 你咋不继续逼问呢 那手镯不就是证据吗 你 你可给他得瑟的 你看 得瑟 这娘们什么都知道 她在给我演戏呢 端端 你告诉二狗子 我盯紧了 就说他们马上就要行动了 宝爷 我就在这儿 手朱带兔 她已经怀疑我们了 什么 她知道什么了 从上回她就没有死心 她一直派人暗中盯着我们 她知道我们去找过马九 所以想在我这儿 炸出什么东西来 你没有说漏什么吧 就凭她那些小伎俩 能从我这儿 炸出什么东西啊 那就好 可是我担心啊 她会去想存上告密 应该不会 我试探过了 她根本就没有证据 我想她连续几次算计 我们都失策了 早就引起了村上的不满 这一次她一定不敢乱说 只是怕时间长了 她倒却出味来了 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行动 我同意 咱们先去炸兵工厂 回头再找机会收拾她 我已经想好了 怎么把照药 运出城的办法 你说说看 过几天是我爹娘的忌日 你们跟我一起去 你的意思是 把炸药藏在指人指马里 对 我相信爹娘一定会保佑我们 这次计划成功的 子澜 你脑子太灵了 好 咱们就以上分为接口 在小鬼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速战速决 再过一个时辰 你就跟我一起去取货 好 有日子没打点你了啊 宝爷说了 让你盯好赵子兰和马明山 有任何异常举动 必须报考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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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只是个开头 满意不 满意 能不满意 那就把事办好嘞 我告诉你啊 你家赵老板和马先生 最近要干件大事 啥大事啊 陈长 定了啊 好 那 那我先回来啊 客官 大爷给点钱 来 子兰 这里环境这么软 安全吗 放心吧 九月的东西没人敢动 放松点 马老板 太紧张了吧 兄弟 对不住 没事 东西呢 赵老板 您点点 不用了 我还不相信九爷吗 这位兄弟 辛苦了 还是赵老板乘量 走了 多谢 走吧 这就是 对 先放低脚 用的时候在哪 好嘞 踢我腿的 都小心点啊 好嘞 走 二狗子 看啥呢 没有 我偷偷气 需要帮忙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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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干嘛干嘛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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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板 这么早您又要出去啊 是啊 准备给爹娘上坟去 怎么 有事啊 没有 我就是说看看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麻的没有 不用 扎个指前指儿的 帮个啥麻啊 赶紧干活吧 姐 我给你去 你干啥事啊 阿姨也给你当口律 走吧 咱俩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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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不是 老爷 你我喊半天了 我喊半天了 你眼睛吓你啊 老爷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老爷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不是 老爷 老爷 你说 滚一遍去 不是 老爷 你我喊半天 你着急忙慌呢 你说你这 气死我了 刚才麻酒的人告诉我 说赵子兰 买的竟然是炸药 说是炸黄狗 你骗过我们的 老爷 二狗子那也来消息吧 说赵子兰这娘们 是出去盯指人指马呢 指人指马呢 炸药 祖传挫子 指人指马 他们这是要去城外炸什么呀 您看 你 见死啊 您知道 这是谁的镯子吗 赵子兰的 昨天 他卖了这祖传的镯子 据说这镯子是皇宫出来的 那是价值连城啊 他用得来的钱 到黑市买了大批的炸药 今天 他又订购了许多指人指马 建森 先问一死 我怀疑 他们肯定 要去城外炸点什么 这件事的发起者 就是赵子兰 马明山 大祖阁下 我认为 他们就是您一直要找的 抗脸本子 抗脸本子 他来去抗脸 是啊 大队阁相 先生 你仿佛多次见对他们 看来 这次是终局确凿了 大队阁相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您可不能不当真哪 他们肯定是把炸药 藏在指人之马当中 您不能由得他们搞破坏啊 大队阁相 我说起心里话 我真替您不值 你对他们两口子这么好 先是把治安主任的位置 给了马明山 后来又经常去 赵家客栈举办宴会 就连日本特使来了 你也把他们介绍给他 您这么相信他 他们倒好 却背着您跟黄军作对 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杀吗 大队阁相 现在您应该知道了吧 谁 你才是最忠诚于您的 那就是我 陈家宝 我对您可是至始至终 忠贞不二 为了您我可以赴汤蹈火 头可断血可流啊 大队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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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笑什么呀 来 对 我以为吗 就是我 荊 油 来 让你不要散开 算了 鲁阁相 你也不会弄地 为了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我人哪儿 他都没救了 他都没有救了 我说他 我去救救我 你救救我 他就与我一声 从妈咪厂在冲天发现看脸 到两层井 再到 厂子发现 孙永夫是土匪 再到 航空大队骑他 是 我就一直怀疑他 那你为啥一直留着他 难不成就像传说的那样 你惧怕君王的军刀 而不敢动他 那就是我放着这段烟雾弹而已 目的就是为了带他们放松 我真正的目标 就是带他们露出无理为霸 将他们一万大千 山田 玲子的房子和食料倉庫的位置 你怎么想 玲子的房子的那两层踏场 那一天 食料倉庫的庭 直接入了 进入 那就是 玲子的房子 就是 玲子的房子 但是 玲子的房子 是 让我去找到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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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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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体的 我身体的 是 所以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能够招待 我身边随着 随着那位男人 我介绍一下 大佐队阁下 南宁美河 几次都把他们给放了 我自所表现的相信他 第一 我没有解决的证据 会让他逃到 第二 这几个人 不是重点 我一直期待 他们能暴露监督的情况 那什么时候是首网的机会啊 他们的目标 就在城外的冰工厂 现在就到了首网的时刻了 大佐阁下 我劝您啊 早点把他们抓起来吧 要不然他们真的把冰工厂给炸了 那一切都晚了 他们现在把炸药藏在指人指马当中 假接上坟的时候搞破坏活动 秦桑 你以为那个冰工厂是真的吗 是假的 没错 那就是我给他们设计的诱饭 一个他们不得不吞下去的诱饭 我故意布置的冰 在那里 全集是假的库房 在里面 担待他们的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只有四万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 就足以冲民他们的身份 也是他们的私情 你要做的 就是盯着他们 只要他们 大家指人指马 就让客家 就立刻给我报道 到河下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死盯着他们 只要他们敢行动 我马上向您报告 那如果没事 我就先走了 先生 先生 大祖阁下 刚才的话 我会知道 你们知道 如果再有一个人知道的话 大祖阁下 如果我敢透露半个词 我一家老小的命 全都递给你 谢大祖 大祖阁下再见 发生 二人 他好 一本 发生 都是 二人 八人 雷 祝 四人 我给你看 我的脚架了 你这些人都要等着你 子兰 你这是要出门 我正准备出去走走 马车装好了吗 都装好了 怎么了 没事 我这眼皮子总跳 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 你啊 是太紧张了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老爷您要点茶吗 老爷 来 你放刀是还这么苦吗 老爷 我这不看您熬夜 想给您滴滴神吗 你想熬死我 你帮我当硬熬啊 你是不是想熬死我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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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要不你去歇着吧 我盯着不就完了吗 好啊 我盯紧了 有消息 立刻告诉我 老爷 你放心 我那眼睛睁得跟放大镜似的 一举一动都不放过 好 老爷 你好好睡啊 做个好梦啊 干什么玩意儿 真太尿得快 有啥好听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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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行动了 赵泽拉他们行动了 老爷 蓝妹子 你们这干什么去啊 明明你要上门去 谁呀 上门去啊 不行 我要马上报告村上大佐 二傻子 二傻子 出来 乖 带我去仙兵队 你坐了这一面 你在这儿等着 老爷去你的吧 这儿抓什么东西啊 祭祖用的指人指码 对 长官 我们是去给爹娘上坟的 这一幕已沉睡了很久 你是否和我一样 期待黎明的到来 这一份今世坚守的誓言 你是否 读懂我心的期盼 优优筒 城市的浮华 是否中散去的笑言 红尘纷扰 亿随风飘 像满地落叶 等后来 细去昨日尘埃 等风来 呼唤你快回来 等你在我生命里重现 等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Zither Harp 能否来 细去昨日尘埃 等风来 白鸟起敏花开 等你在我生命里重现 等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等你在我生命里重现 等你展开温暖的悲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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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展开温暖的悲怀